指揮官王必順開玩笑 全場笑聲不斷 因為防疫鬆綁又有好消息 國內確診7加7舉檢 後期天有望開放 等於7天自主管理 只要驗出陰性 就可以提前解除禁令 那確診前7天 居隔會縮短到5天嗎 專家會議還沒定論 因為疫情仍在高點震盪 三十月本土新增 四萬三千兩百八十例 較上週同期增加百分之八點八 疫情已經連霧天升溫 但眼見十月十三號 就要大開國門 配套卻仍不齊全 像是出國染疫 必須在海外待七天才能回台 但國外管不著 國內也沒強制通報快篩結果 規定行同虛設 一屆很憂心 國外其實已經發現 兩三支新的病毒株 他們有沒有慢慢的抬頭 慢慢增加感染者 如果疫情是出在國外進來太多 那我們就有可能國門要再多緊一點 據於入境零加七 只要快篩一次 團客卻要每兩天篩一次 甚至交通部說導遊會檢查快篩 但指揮中心又說自主檢查即可 讓民眾無所適從 沒有要領對導遊檢查 這個是由旅客自主 就像我們回國的國人一樣 都是自主的檢查 沒有所謂的不同掉 我想旅客進來通常都是要外出的 那當然他們就是兩天就會塞一次 開國門即將上路 但相關配套全民吾薩薩 也難怪有人批評中央 根本是假防疫之民 憑選舉 要跟病毒共存 恢復正常生活 短期內個人的自主防疫措施 還不能鬆綁